中国人民银行周日发布的第三季度调查报告显示 银行家的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上升 比上一季上升2.1个百分点 而民众储蓄的意愿仍然较强 买房的意愿略有回升 人行第三季度企业家和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 当季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26.9% 比上季上升0.4个百分点 而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19.9% 比上季上升2.1个百分点 但按年则大幅走弱 分别下降12.9以及18.7个百分点 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又显示 第三季度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为59.0% 比上季上升2.4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下降9.3个百分点 从行业来看 制造业 基础设施 批发零售业的贷款需求都按季回升 但房地产企业则是下跌0.9个百分点 至于货币政策感受指数则上升至高位为72.3% 比上季上升3.0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则上升18.1个百分点 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则显示 三季度出口订单指数平稳为42.2% 比上季上升1.2个百分点 国内订单指数为44.8% 比上季上升3.8个百分点 至于第三季度经营景气指数为48.1% 比上季下降0.6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下降8.5个百分点 另外人行在50个城市访问了2万户城镇储户 结果显示第三季度收入感受为47.0% 比上季上升2.5个百分点 就业感受指数则未见起色 只有35.4% 比上季下降0.2个百分点 调查又显示 居民的储蓄意愿小幅回落 但仍然较强 而投资意愿也有所增加 未来三个月打算购房的居民 比率有所回升 占17.1% 高于第二季度的16.9%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